你現在換日幣買路 那就必須要把收到的租金 以日幣一直存放在銀行 然後慢慢等到日元回升的那一天 你這一筆匯差才是真正有賺到 只要日幣不升 就都是紙上富貴 Hello 大家好 我是威廉 幾個月前我上傳了一支影片 在討論關於日本房地產 值不值得投資的話題 結果這一支影片 居然成為我最多點擊數的影片 而我其他講股票投資的影片 都沒有人要看 這讓我有點傷心啊 不過既然大家想多知道有關日本房地產的資訊 再加上我一直也有持續在觀察他們的房地產 所以我今天打算再聊聊日本的房地產現況 以及我自己的一些心得 這邊請大家一定要幫我訂閱 點個讚 這一集就是為你們特別而做的 之前的那一集有聊到 日本房地產多年未漲的原因 是因為每一年高額的建物折舊 再加上土地價格在90年代被炒了過頭 導致地價在往後的20年 從高點持續的下跌 如果還沒搞懂日本房地產 建物跟土地價值比例的人 可以看看右上角這一集影片 而長達20年的下跌啊 等於是建物價值每一年跌 土地價值也每一年再跌 簡直就是一把拋高後直直墜落的刀啊 誰接誰倒楣 導致該時期的日本人 寧可租房屋也不想用買的 而最近10年的發展啊 讓情況開始有了改變 既然這一集要聊到匯率啊 那我們必須先從房地產崩跌的源頭股市來開始說起 80年代時期啊 日本的商品熱銷全球 當時的通用貨幣美元的匯率相當的高 導致各國對日本有大量的貿易逆差 所以當時啊 多國聯合來介入匯率 這使得日幣在一年以內對美元大幅升值了一倍 這樣啊對出口貨品到全世界的日本企業來說 相當的不利 這會讓在國外賺來的錢所能換回日本的日幣啊 比去年真正少了一半啊 就像是我去年在國外賺了一塊錢 換回國內可以換成六塊 但是今年開始我在國外賺一塊錢 換回國內只能換回三塊 而這樣的結果啊 就讓企業的利潤大幅下降 日本政府不得不採取低利率的政策來提振經濟 結果失去的熱錢在國內亂竄 所有的資產價格都裹了起來 這就像是把煙火橫放在室內地上 點燃後 一發不可收拾啊 而日經指數在1989到1990年間 達到38,900點的歷史高點後啊 這時泡沫破裂 那些之前在股市賺了錢 又拿錢去買房地產 或者是炒房賺了錢 又把錢拿來炒股票的人 雙雙在這兩項投資之中深度的套牢 基本沒有能力償還任何一邊的債務 當時有一個說法啊 是說當下的日經指數暴跌的時候 日本的經濟其實沒有太大的問題 唯一的問題啊 就是各類的資產價格過高了 所以後來有經濟學家假設 如果當時股市下跌的速度沒有那麼的迅猛 而是長時間緩慢的下跌 讓價格慢慢修正 其實當時的經濟並不會陷入失控狀態 但是當時的股市大逃殺 讓許多人都恐慌了 就真的像是日本電影大逃殺的劇情一樣 一群人被送上了孤島 他們被逼迫必須要互相殘殺 直到剩下最後一個人 那一個人才能保命離開島嶼 而當時的日本股市不也是這樣嗎 我對你仁慈就是對我自己殘忍 大家都想要趕快把手中的燙手山芋 丟給其他的接盤俠 而最終啊 大量的資產變現 加速了股市的下跌 又快又急的下跌呢 讓一堆融資炒股的夢想家 一一被斷頭 沒有任何挽救的餘地 右手股票負債 左手房子也下跌 那既然房價都跌成這樣了 我既沒錢 我想也沒必要繼續繳貸款了 乾脆讓銀行收回執行發牌吧 最終的結果啊就是各地的貸款違約率上升 向上傳導到了整個國家 讓日本股市開啟了至少13年的空投 直到2003年的時候才暫時性的觸底 過沒幾年又遇到了08年次級金融風暴 這讓好不容易有一點起色的指數啊 又繼續探底了 而整個期間呢 日本中央政府極力想要以印鈔票 舊經濟的方式也完全沒有效用 日本經濟進入了所謂失落的20年 從2008年金融海嘯後又過了5年 日經指數從2013年開始有了起色 但民眾對於先前失落經濟的印象 實在太深刻了 這時的大眾啊多半只相信 這是股市一時的起伏 前面都爛20年了 不會我今年買明年就賺了吧 知名的英國投資家 約翰坦伯頓爵士有一句名言來形容 群眾對股市的心態 他說 行情在絕望中誕生 在半信半疑中成長 在憧憬中成熟 在希望中破滅 2012到13年這個時候的 日本股市行情啊 就是在絕望中誕生 然後在大家半信半疑下 開始往上爬 先前說到啊 1986年左右 日幣大幅的升值 這導致日本政府採取 低利率的政策 所以利率就從幾年前的8% 降到了2% 結果又沒兩年的時間 政府發現市場有太多的熱錢 導致資產價格被瘋狂推升 又乾淨把利率拉到最高6% 結果這一拉呀 利率就跟死亡的新電圖一樣 直接躺平啊 銀行存款利率從90年的6% 一路下調至2000年的0利率啊 直至今日啊 日本銀行的利率 依然在0到0.5之間徘徊 你把錢存在銀行 是完全沒有利息的 因為銀行的主要利潤來源 就是拿你存進來的錢 去放貸借給信用良好的人 來收取利息 但現在完全沒有人想去跟銀行借錢 銀行也就賺不到任何一毛錢 出戶呢也就沒有半毛利息 而90年代當時呢 社會民眾普遍不願意借貸 那個時候存活下來的企業啊 也正在努力的償還留下來的債務 所以這就導致了日本從2009開始啊 進到負利率的時代 也就是銀行反而要求你跟他借錢 你跟銀行借錢呢 他甚至要給你利息 而負利率的情況啊 至今都依然還存在 那我們現在講回日本的房地產 我是在2014年的時候 開始關注東京房市 也就是差不多股市與房地產起漲的頭兩年 當時位於東京都 屋齡大約20年的房子啊 表面頭暴大概都有5%到7% 而越核心熱鬧的地點呢 頭暴就越低 那偏23區外圍的頭暴會高一些 但是10年後的今天啊 頭暴大約只剩下3%到5%左右 在扣掉實際支出後啊 真實頭暴只剩下2.5%到4% 這實在不算高啊 但是這是我粗淺的感受啊 實際上房價到底增長了多少 可以看到這一張日本房地產指數圖 它是以2010年的房價為基準 設定了指數100 而2010也是股市在底部 準備復甦的時期 所以從2010的指數100 到目前2023年的指數135 等於整體房價成長了約35% 但是如果扣掉這13年來的通貨膨脹 尤其是疫情這三年全球的高通膨 其實真正的日本房價可能只漲了10% 如果再加上日幣貶值啊 對於目前想來買入日本房地產的外國人來說 所需花費的資金成本啊 跟10年前並沒有差太多 但是我們在帳面上看日本房屋的總價 還是比以前貴很多 與其說是日本的房價漲了 不如說是你手上的現金貶值了 而現在去買入啊 投報這一點確實要比以往還要低 因為通膨跟房價有直接的關聯 高通貨膨脹會讓房價跟租金一起上升 但是匯率卻沒有直接相關 我們會感覺到划算 那只是因為我們拿外幣換成日幣去買房 相比以往的匯率覺得自己賺到了 但是日本的房客還是以日幣繳納租金啊 這就跟匯率沒有關係 除非你要把日幣匯出來 我知道很多朋友最近都關心匯率 覺得日幣變得那麼便宜 現在是不是換日幣去購買日本的房產 或投資日本股票的最佳時機呢 我必須說在匯率這一點上來看 確實是很好的時機 如果我在2014年投入日本房市 那麼目前在匯率上至少賠了25% 但是如果在這個時候的買入呢 確實有25%價格上的優勢 但就房屋租金投報率 跟股市價格來說啊 現在買入的時機並沒有以往的好 你現在換日幣買入啊 那就必須把收到的租金 以日幣一直存放在銀行 然後慢慢等待到日元回升的那一天 你這一筆會查才算是真正有賺到 只要日幣不升啊 那都是紙上富貴 再加上如果你直接把每一個月收到的日幣租金 換回台幣你的匯率就是不好啊 而現在的房租投報也不如以往 整體而言啊你的投資效益還是很差 所以投資條件的優先順序應該是 股價房價有沒有便宜 這些被投資標題的體質好不好 還有投報率高不高 上述這三項的重要性啊 肯定都優先於匯率 我們不應該以匯率作為投資決策的首要原因 因為匯率只是一時的 但優秀的投資標的卻是長久的 我這邊以股票來舉例好了 順便工商一下我頻道內其他股票分析的影片 他們很值得一看 這邊以台股上市公司金鼎的經營數據為例 金鼎是紅海的子公司 它的產品是製造大型半導體的設備 所以有90%的產品都外銷到美國 平時都收到大量的美金 而這一張是金鼎的長期經營數據 紅色這一欄的業外損益大部分就是只匯差 能夠發現它在某一些年份能夠賺到匯差 但是有一些年份又賠了匯損 所以有時候當期的收入比較好看 有時候卻很不怎麼樣 匯率確實有明顯的影響 但是長期經營來看 企業的收益是否能夠繼續上升 還是取決於它夠不夠優秀 如果它有良好的業務 那才能推動公司的收入繼續上升 而匯率只是短期的波動 可以看到藍色框框稅後淨利這一行 它的單位是億元 我們能夠發現 雖然它偶爾會被左邊的業外損益 也就是匯差匯存影響 但是淨利潤數字能夠持續向上 主要還是因為做生意的營收上升了 所以投資標的是否優質 比當下匯率好不好還要重要得多了 所以說到底 究竟現在能不能投資日本的房地產呢 答案是當然可以 但是你在篩選投資標的條件上 要比以前更嚴格 而且還要拉長等待的時間 有一些高投報好地段的物件 還是會出現 只是出現的頻率比以前低 以前一個月可能有兩三間 而現在是兩個月才看到一間 但只要你把時間拉長 還是能偶爾遇到 然後在購買物件的時候 一律建議申請貸款 這樣第一 你在日本才有銀行帳戶 去更方便的管理日幣 第二 每一個月收到的租金 直接去繳納貸款 就不會每個月把日幣匯回台灣時 被收取高額的跨國手續費 第三 貸款還可以抵稅 因為我們並不住在日本 幾乎無法產出任何的支出 來抵扣所得稅 不過貸款就是一個很好的抵稅方式 只是要注意 銀行只為房屋總額超過3000萬日元的物件 提供貸款 所以我總是建議大家要以購買店面為主 而不是住宅 因為最重要的關鍵點是 投資標的本身是不是優質資產 也就是那一種 就算匯率不划算 你都會願意買下來的優質標的 當然啦 匯率有佔便宜是更好的事情 不過這只能算是錦上填花了 那麼我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 如果你有任何想跟我討論的問題 歡迎在下方留言 如果你還喜歡今天的影片 那請記得一定要訂閱按讚 那我們就下一期再見囉 Bye Bye